最后做出来像这样子 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 如果你今天输入十个数字 十个数字列出来之后 当然这个数字是乱数产生的 所以是没有顺序 那如果没有顺序 你今天希望把它按照由小到大排序的话 那这部分呢 我们可以利用sort的方法去做 那sort出来就像这样子 其实也是刚刚 利用刚刚的这个 这上半部的这个程式 这里面有一个叫array的 这个物件的一个sort方法 去把它指质给大家就可以 那最后再一个回圈呢 就可以做出像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里面实际上 我们就是用一个for回圈就可以 这部分的话 你们再试试看 把这个范例做出来好了 最后排序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